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挑战者 用他们的挑战项目 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们就是来自警戒的精英们 比如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曾经见到过有警官 依靠足迹来识别人 依靠人的影子来识别人 用画像来识别人 甚至还可以通过头骨的复原 来识别人各种各样的能力 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身边 这样一些守护着我们安全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挑战不可能 新春特别节目 我们也把警戒当中的 两位挑战的王者 请回了我们的舞台 掌声有请两位出场 陆连好 又见面了 您好 您好 姚警官 陆警官 您好 又见面了 欢迎两位再次回到我们 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大家好 我是姚刚 是来自湖北省 沙岩汉境监狱的一名基层民警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董燕珍 来自吉林省松远市公安局 宁江一分局刑警大队 欢迎您 欢迎两位 二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对 两位的曾经的挑战项目 都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听说燕珍现在已经从一名 派出所的民警变成了刑警了 是吗 对 我参加完咱们挑战不可能 这个节目以后 我就被调到一分局视频侦查大队 成为刑警是今年一月份 被调到刑警队的 那你可以更好地把自己的专业技能 运用到工作当中了 对 我身边这位 我的老乡来自湖北 对 一位监狱民警 他一年就多了一颗星 对 我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不见了 对 还是李博士对这个很敏感 在今年的五月份 我获得了湖北省先进工作者陈浩 而且在今年的六月份呢 我也当选为团代表 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确实非常荣幸 非常激动 当然也背负了一顿责任感 所以参加完我们节目之后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两位警官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也都取得了很多的进步 对 但是两位今天来到这里 仍然还是要用你们极致的挑战 来为我们今天的新春特别节目 送上一份你们的特别的新春贺礼 那么今天 两位怎么个挑战法呢 今天我们挑战的一眼是 通过行径中的影子 来找出对应的真人 但看影子是你的长相啊 董警官是看脚印啊 所以董警官要看什么呢 我看腿 您看腿的影子 对 因为在平时工作中我利用足迹比较多 我到一份局视频大队工作以后 基本上接到全国各地求助帮助分析的案子 都是一个人影 就是看到脸 有时候视频里很模模糊糊的一个影子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利用行走中人的影子来找一下人 所以董警官平时在工作当中 对他有了新的要求 不光是足迹 很多视频资料实际上是要辨识人的不态 接下来宣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目标 我们会请出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由评委随机为这20位挑战助理编号 这20位挑战助理将按照你们编号的顺序 依次从幕部后面走过 而我们的两位警官将观察他们20个人的剪影 最后找出评委选择的目标影子是哪一位 那么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挑战者 到挑战椅稍事等待 并挑战助理为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 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请出 我们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在此以前不能让这两位 接触到他们的任何信息 首先我们有请特殊的挑战助理 有请20位上场 长得一模一样 双胞胎吧 好像啊 这两个挺像 就是双胞胎 全是双胞胎 全是双胞胎 走路都一样 就非常相似的双胞胎 非常像 一模一样 双胞胎 欢迎我们的20位特殊挑战助理 刚刚他们走出场的时候 很多观众就发出了轻微的惊叹 原来我们和之前的挑战一样 找了10对双胞胎 10对双胞胎 这20个人至少可以量量混淆 在我们的眼睛看来 你别说看影子了 就是看本人 我们都有可能会产生混淆 但是接下来 两位挑战者 要观察的是他们的影子 接下来 请挑战助理上号码牌 还要请现场的三位嘉宾评委 为他们随机打乱 随机进行编号 这样的话 我们就确保所有的号码牌 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把这20个号码牌 随机发给我们场上的 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 我们的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到台下进行准备 谢谢各位 我们稍后见 同时我们上 稍后挑战的道具 这就是稍后他们观察 要用到的幕布墙 去年挑战是露出了三条 对 这样 先找一位现场的嘉宾 帮我们站在后面试一下 让各位感受一下 我们今天幕布的最大变化 好不好 好 三位当中 跟刚才那些特别挑战助理 最像的 我觉得就是董卿评委 这好像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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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好像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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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我们看到了六条腿 谢谢三位评委 让我们观众感受到了 今年幕布的最大的不同 一个是我们流出的 信息空间更小了 一侧是给上半身 一侧是给腿部 而且影子变成了多重的 深浅不一 交织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也给挑战者 很多的信息干扰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有请挑战者 摘掉他们的耳机和眼罩 一部挑战区就位 有请挑战助理 两位看到了 我们今年这个幕布 和去年摇杠挑战的时候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流出的空间更小 给你的信息更少 给董警官的 只有腿部的信息 给你的只有 从肩膀往上 这一部分的信息 我觉得对董警官 也有难度 因为他毕竟是 从变脚印 变成了变影子 对 这个还是有 很大的区别的 对 实际上董警官 从过去平面的分析 变成现在立体的了 过去您看的 就是脚印的 这个足迹画下来的 当然也有深浅 对 那是静态的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宣读一下 我们今天的挑战规则 评委 针对20名特殊挑战助理 随机编号完了之后 20名特殊挑战助理 将按照你们刚才 随机分发的号牌 编号顺序 从遮挡幕布后走过 他们是依次走过 挑战者将对 20个剪影进行观察 观察结束以后 三位评委 每人随机抽取 一个目标编号 你们随机抽一个号码 而挑战者 需要正确找到 这三个编号的影子 对应的特殊挑战助理是谁 才能算挑战成功 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 另外一个人找错了 算挑战失败 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而且在找人的过程中 两位还不能共同商量 各自工作 各自寻找 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样一个难度极高的 挑战项目 我宣布挑战开始 一号模特 三个银子 我们看东西一定要一个正确的影子 现在你有三个等于在干扰 所以他在脑筋里边要给三个合成一个 所以这就比较困难 一般弹大 二色的路线 走剧我有池子 用眼睛和池子结合着看 像这个影子就是靠自己的感官 所以这次没有底 也第一次要紧张 重影容易造成眼花 特别是在灯光的照耀下 影子的边际是不好第一时间 把它锁定的 它两个站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在这边看 一个在这边看 不能讲话 各看各的 两个人错一个就失败 二号模特 重影这个我是中央它中心 主要运动那个 受力最重那个 因为它重影是从中心 往两边扩的嘛 所以我就选择中间那个 来飞行 脑子要炸了 六号模特 七号模特 八号模特 很多相同的东西出来之后 而且它是动态的 眼睛原来受不了 而且双模特之间 它的相似度太大了 所以说在观察的时候呢 有可能出现错误 十五号模特 十五号模特 两个人错一个就失败 十八号模特 或者重影 这种感染的还是要通过 自己思维上的一个分析 推断 正常人 影子应该是多宽 今年困难的就是资讯 比我少多了 我们流出的空间更小 两侧只有大概宽 三十公分的区域 而且影子变成了多重的 他两个站在不同的地方 不能讲话 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 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 另外一个人找错了 挑战失败 挑战失败 主持人 所有模特已展示完毕 谢谢 感谢我们的二十位 特殊挑战助理 接下来 我们还要让二十位 特殊的挑战助理 去稍微做一下准备 他们要遮挡住 自己身上的号牌 然后再次登场 刚才我站在那儿 我就听见身后的观众 在那儿各自发表高见 观众席里说 看腿型就可以 行 你们都有办法 接下来两位警官 可以到等待区 整理一下各自的资料 谢谢 一号模特 二号模特 六号模特 我足迹我有尺子 用眼睛和尺子结合着看 影子好感官 所以这次没有底 对董警官有难度 两个人错一个就失败 重影 我们照着眼花 影子的边际 是不好第一时间 把它锁定的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二十位 特殊的挑战助理 已经做好了 他们的准备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再次有请他们返回现场 来呀 看腿型啊 我们刻意把他们换上了运动服 遮盖了很多的身体信息 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评委 每人随机抽取一张号码牌 作为给姚警官和董警官的题目 有请挑战助理 请各位观众注意 我们现在的ABCD这个字母顺序 并不对应他们的号码 不是说一号 二号 三号是ABCD 这个字母顺序也是随机贴上 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挑战者 回到挑战位 题目已经在这里了 李昌玉博士选的是16号 董卿评委选的7号 孙杨评委选的20号 究竟这三个影子 是属于哪三位姑娘了 这个需要你们现场来寻找 并且给出你们各自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会请这20位 特殊的挑战助理 按照他们字母的顺序 在梯台上面来回走秀三遍 然后每位挑战的景观 将会有10分钟单独观察的时间 每一个特殊挑战助理身上 都贴有字母编号 两位挑战者分别将各自选择的 三位目标人的字母 写在您的答题卡上 我们稍后来进行验证 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挑战者 开始共同观察 请各位观众注意 我们现在的ABCD这个字母顺序 并不对应他们的号码 不是说1号 2号 3号是ABCD 这个字母顺序也是随机贴上 我们的两位挑战者 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字母的顺序 来确认16号 7号和20号 高跟鞋和平底鞋走路 有点区别 平底鞋走路步子会长一点 步宽也会变宽一点 16号模特 20号模特 很难分辨了 现在出来的时候呢 穿的是运动服 对肩膜的遮挡呢 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7号模特 我对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动态 还需要进一步判断 好 接下来 董警官单独观察10分钟 继续开始 白色 M和G你俩下来一起走 腿形有直型的 有O型的 还有剪子型的 他们要运步走起来都是有特点的 4M和T 16号模特 7号模特 20号模特 姚警官单独观察时间 这位模特 上前一步 请 嘴巴和下巴之间的影子 下巴和颈部之间的角度 脖子和肩部之间的角度 这三个弧度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正面 一个是侧面 20位模特 全部换上运动服 小腿跟肩部 为服装包裹了起来 能够进行变质的部位 几乎全部被遮挡 而且 所有模特 都换上了平底鞋 走路的步态 也跟穿高跟鞋 有很大不同 两位挑战者 面临着重重难关 只要有一人出错 就将导致整个挑战失败 掌声有请两位警官 回到舞台中间 这是一项漫长 而艰巨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六个答案 是否和我们最终正确的目标人物 能够吻合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逐个验证 首先我们来验证 李昌玉博士 您选出的16号影子 是否是董燕珍警官 和姚刚警官选出的目标人物 我们先来看董燕珍警官 给出的答案 他认为16号影子的主人是 目前标号为 最开始揭晓的16号 是我最需要的答案 先是揭晓董警官的答案 那么在这时候 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紧张 16号模特 腿形有直型的 有O型的 还有剪子型的 他们要运步走起来 都是有特点的 16号那个容易判断 难度最大的一题 应该是16号 Q的挑战助理 16号模特 好 我们来看姚刚警官 给出的答案 16号影子 他认为目标人 此刻的字母代号是 第一个是最紧张的 揭开之后 我就再考虑姚警官那个 到底是什么 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 16号摩托尔 16号摩托尔 嘴巴和下巴之间的影子 下巴和颈部之间的角度 脖子和肩部之间的角度 这三个弧度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正面 一个是侧面 16号 挑战的要求是 两人全部答对 才算挑战成功 那么就要求两位挑战者选择的答案完全一致 如果两人所选的答案不一样 就说明其中有一人答错 那么将宣告挑战失败 Q Q 好 我觉得如果两个警官都锁定了同一个人 这个几率应该比较大了 但别着急 有请字母标号为Q的这位挑战助理 走到台中间 16号摩托尔 他是不是16号呢 我们有请这位挑战助理慢慢地揭开 你的字母就改 难度最大的一题应该是16号 他与其他的模特行走的最大的区别 在于他的步法要比其他人要稍稍大一点 因为步法我是看不到腿部的 我也是把他的相对的双胞胎 4号也找出来了 我只是觉得这两者之间非常像 在观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特别地困难 16号那个容易看到 他穿裙子的时候腿外边边缘 有一块肉是鼓着的 他穿着衣服的时候 东西露了骨头也是往外的 他双胞胎嘛两边那个就小一点 起 十 十 对了一半了 16号模特儿 没有 还没有 有可能是十号呢这是 不要着急 不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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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个人 选对了第一个 谢谢 谢谢 十六号 选对了第一个 但是别着急 这才是三分之一 七号 我们来看董燕珍警官给出的答案 七号影子 董燕珍警官认为 他的主人目前的字母编号是 七号模特儿 七号是最难的 他那个装胞胎腿是威威有点揉腿的 等咱们选择这个七号是不揉腿 这个是特别难 七号呢很容易地倒出来 第七号 七号模特儿 来 看姚刚警官给出的答案 第七号 最好 希望很大 我们有请字母编号为第的挑战助理 走上前来 七号模特儿 同样 慢慢地揭开你的字母编号 七号是最难的 七号呢很容易地倒出来 七号是最难的 和他一起那个猫胎 他俩走路的姿势是一样的 这个是特别难 通过C和D行走的肩部 这个动态的这个感觉 包括耳垂 以及腮帮 两边之间的宽度 把最终的七号很容易地倒出来 七号 7号 谢谢 谢谢7号 谢谢 哇 太厉害了 但是对不起各位 我们的要求是 两位一定要全部选对 还剩最后一个答案 千万千万要选对 20号 请看董燕珍警官给出的判断是 20号 模特 20号 他这个好人 他要是抬腿的力度 和别人不一样 20号 模特 最后的20号对我来讲 信心量是最多的 人口都显得比较清晰 字母L 20号 模特 来 请看 姚刚警官给出的是 如果其中一个人找对了 另外一个人找错了 算挑战失败 他们俩答案必须是一致的 20号 对应 姚刚警官是经过了图改 你之前是选择什么 顺序写反 顺序写反了 但是一开始您锁定的就是L 对 跟董警官一样 好 有请编号为L的挑战助理 走上前来 20号 模特 慢慢地揭开你的号码牌 从那边 他两个站在不同的地方 不能讲话 哥 看哥的 19号 20号 模特 很多相同的东西 他是正常的 眼睛原来受不了 脑子要炸 他毕竟是从变脚印 变成了变影子 记忆这块是最难的 挑战成功 第20号影子和第18号影子 它们是非常相似的 它们的相似点在于 能够都显得比较清晰 行走的当中 就观察下巴和他的脖子 以及肩部的宽窄 那么通过细微的观察 最后很容易地 把第20号调出来 20号他主要是 抬腿的力度和别人不一样 再一个他踝关节 比别的坚硬一点 比较好人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六个答案全部正确 这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我本来以为 可能有一个警官 能够全部选对 但是有可能有一个警官 会出现一到两个失误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两位警官 完全在各自的领域 发挥到了极致 全部选择正确 谢谢 掌声送给我们20位 让20位可以稍时休息一下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二位好特别高兴 又一次见证了 你们的挑战成功的时刻 那你们这一次的挑战成功 和上一次在挑战不可能 舞台上的感受 有什么不同吗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我是特别感谢 挑战不可能这个舞台的 因为去年我在挑战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我希望通过我们 挑战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监狱民警的职业 认可我们的工作 在今年呢 我们五北有一个小伙 当时他在上海工作 他看到我们这个挑战 不可能变异时人的 这个节目之后呢 他就通过微博 私信联系到我 他对这个监狱民警的职业 特别感兴趣 所以他在今年呢 也顺利地加入到 我们这个队伍中来 当然这也离不开 他后天的努力 而且去年我的妻子 也是在报告当中 那么在今年呢 也是顺利走上了 自己的工作岗位 现在他在我们监控指挥中心 父亲俩现在都在监狱系统工作 董警官有什么 想和大家分享的吗 有没有因为节目 而带来的一些困扰 有 是2018年 在我们当地 发生一起命案 等我到现场之后 村头都是人 但是这些人 都是举着手机 然后就这么录啊 然后我还听到 有人在说 快看这是挑战不可能 那个董警官来了 这个案子如果要是破了 这个挑战不可能 这个节目就是真的 当时我也特别的有压力 就想不能给这个节目抹黑 然后我就特别努力的 用了半天的时间 把这个案子破了 用了半天就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对 其实很有趣的是 今天我们这个叫 变影识人这样一个挑战项目 而在西方哲学当中 哲学家喜欢把影子 看作是黑暗的影域 他们认为影子 是事物的表象 甚至是事物的假象 但我们今天看到两位中国警察 通过重重光影 透过这样的表象 最后居然还原了事物的真相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在 未来的日子里面 利用你们的特长和技能 还我们以更多的公平和正义 谢谢你们 向你们致敬 警务人员是代表国家正义的力量 它是保护国家社会安全 跟人民生命财产的主要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所有警务人员资敬 在过年的时候 中国人有很多传统的习俗 但是有一个习俗 我相信大家是都喜欢的 那就是拿红包 当然拿红包的人喜欢 发红包的人心疼 今天现场这么多观众 又是大年三十 你说我们节目能省了这笔红包吗 省不了 我们今天请来了几位高手 来完成发红包这个任务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四大银行的点钞高手出场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 第十六届业务技能比赛 手工点钞冠军卓明镜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长州分行 第十七届业务技术比赛 单纸单张点钞冠冠军 毛鸿利 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 十大技术状元赛 手工单纸点钞 业务技术状元李利 和第八届中国银行杯 银行业职工技能比赛 中国建设银行 单纸单张点钞冠冠军 张晴 欢迎四位 在之前我们挑战不可能 这个舞台上 我们见证过 来自银行的这些高手们 他们点钞的这种 神乎其神的技艺 那么今天大过年呢 他们四个人要用 他们自己的这种 特别的职业技能 给大家展示一下 发红包的特殊方式 作为他们的一份 特殊的新春鹤礼 有请四位就位 首先呢 由我教给大家 两种特殊的发红包方式 那么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呢 叫做四指四张 它是用四指手指 一次拨种钞票 一次清点四张的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它叫做打扇面 它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叫做孔雀开瓶 它是以十张为一组 十足即为一百 下面我也给大家介绍 两种发红包的方式 那么第一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打算盘式 这个呢是用我们的 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把抄的两脚一左一右 向下滑坡 一二三四 像这样 这个呢 滑动的手势 看起来就像打算盘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打算盘式 第二种叫做接二连三 这个呢是用我们的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同时向下滑钞 一次滑三张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接二连三 拇指按 它是用我们的右手 大拇指向下 向外侧波动钞票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对 下面是弹提卡 用我们的右手五个手指 依次的波动钞票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哇 大猪小猪落玉盘 哇 翻点法 左手按钞 右手将钞券拧起 左手的拇指像翻书一样 将钞券往后翻 五张为主 这个就得翻得特别准 对 你要保证每次翻出来是五张 对的 白米冲刺法 右手两只指头像两条腿一样 在操券上不断往前跑 祝大家在2019新的一年里 每个人都能像白米冲刺一样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恭迎新春 祝大家幸福安康 谢谢 谢谢我们四位银行的点掏高条 来 请各位回到舞台中间 因为我们上一季也有这个点掏高手 来到我们这个挑战现场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他们四位来挑战 是否比上一季的难度更加高 今天我们要向蒙眼点钞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发出挑战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为四位准备挑战道具 挑战助理手里拎着的这个小箱子 里面装满了钞票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 来为我们的纪录做现场认证 大家好 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吴小红 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罗琼 那么我们四位要向30秒蒙眼手动点钞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这个纪录是谁保持的呢 30秒蒙眼手动点钞最多 现纪录是178张 仍然是我们去年在挑战不可能舞台创造的纪录 所以今天如果这项纪录被打破 或者被刷新的话 记录的保持者仍然是我们挑战不可能的挑战者 对对对 四位挑战者用任意手法挑战蒙眼手动点钞 在30秒的时间内 写下正确的钞票数量 并打破178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极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仅有一次挑战机会 接下来我们邀请挑战助理 为四位挑战者分发挑战所用的钞票 眼罩以及打提卡 为了保证挑战的严谨性 我们请认证官对于钞票进行检查 非常紧张的 很忐忑 都是斯拉罕的各高手 有点信心不足吧 我这个水平我就觉得 他们应该不是同一个档次的 他们都是审航的单指冠军 但是我是多指冠军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可比性吧 最多是来挑战自己 没有说挑战其他的选手 道具符合吉尼斯世界纪录规则要求 可以挑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挑战现场 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两位认证官 选手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每一位的间距都是非常近的 那么边上的点钞声音 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 边上的另一位挑战者 再加上我们现场非常紧张的气氛 对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理压力 都是非常大的 一般点钞 是运用眼 手 配合进行 蒙眼手动点钞 挡住了主要的视觉 这让挑战者无法看见锁点章竖 只能通过触觉和听觉来判断 而现场的声音 也会对挑战者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重重的阻碍和压力下 四位挑战者能打破 178张的世界纪录 挑战成功吗 这被两个女的快 这个男的也挺快 对 同力的手特别快 听阳 我们的四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清点 接下来请把各位清点到的数字 写在答题板上 认证官和挑战助理就位 准备验证挑战结果 我们先验证中国建设银行张晴 先看看他自己写下的挑战章数是多少 他刚才30秒钟认为自己点出了185张 这个数字是超过了178张 但是这185张是否准确 我们要来由认证官进行验证 认证官要用点钞机来确认一下数字 第一落是137 198 不可能吧 差了十几张 偏差有点大 一般我觉得像他们插个 误插个一两张两三张 我觉得 张晴现在一脸的茫然 对 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认可的 中下198的时候 我有点感觉到不可适应 是不是点头就有点点错了 再点一遍 能不能再点一遍 张晴说能不能再来一遍 好的 果然198 点钞机两次出现同一个数字 也不太可能出现错误了 对 如果他刚才要是数对的话 198一下子把记录提升了20张 所以你是相当有实力的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点第二遍是198的时候 我心里既高兴又有点失落 高兴的时候我居然能点到198 不失落的是我点错了 来 看第二位 中国银行李立 他的数字是191张 我写的数字是191 如果这个数字能对的话 那这个金银丝世界纪录 也许我就能拿下 认证官进行验证 191 李立 30秒 蒙眼手动点钞 191张 成绩有效 我们再来看第三位 中国农业银行 毛红利的 他的数字写下的是 200 200 200整 天哪 点这么多 毛红利他是曾经参加过 他的胜算是比较大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红利的钞票 加油 200张 200整 200整 写的时候我也犹豫 到底是写200还是写201 中间有个地方顿了一下 但是我还是感觉 应该相信自己点的一个数字 200整 特别的奥会 上次参与这个节目呢 我也是差一张 这一次还是差一张 还是挺有压力的 我还以为对了 非常可怕的一个成绩 很厉害 差了一张 很厉害 我们来看看这轮到底有没有人还能打破191这样一个记录 我们来看中国工商银行闽静的答案 他写的是202 这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一个最高数字 要是能够验证成功的话 那么毫无悬念 这个数字将夺得最后的胜利 就看验证这个环节 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吧 希望自己能对 也希望打破这个记录 眼超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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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卓敏静 30秒 蒙眼手动点钞 202张 成绩有效 恭喜卓敏静 创造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卓敏静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新春特别节目节上 创造了202张30秒蒙眼点钞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祝贺舍明镜 祝贺他 成为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厉害 李蒂的成绩会出现在我们的数据库中 并且还会有一张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 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的这个时间 但是这个记录是承认的 而且他在世界上出现过 坐在台上的四位高手真的是不分高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给各位一个挑战的机会 我们挑战升级 四位挑战者将挑战三分钟蒙眼点钞 这个难就难在中间只要出一个差错 有一张你没听清楚 后面就白点了 太难了 先问一下郑正观 三分钟蒙眼点钞 目前的世界纪录是 三分钟蒙眼手动点钞最多 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纪录 就以前没有人挑战过 没有过 规则要点于30秒保持一致 只是用时延长至三分钟 最低要求是750张 按照闽静刚才200张 30秒的话 那三分钟应该是 400 是多少 一千两百张 一千二百张 三分钟的挑战并不是30秒的简单叠加 因为随着时间的加长 对体力 注意力 以及准确度要求更高 他的速度会下降 他的手指 谁能够在这个挑战当中 能够创造一个新的记录 那真是前无古人 好 接下来 有请挑战主理 为四位准备道具 三分钟蒙眼手动眼钞 对于挑战者的体力 注意力 以及准确度 都是更高的考验 面对从未有过的全新挑战 四位挑战者能挑战成功吗 三分钟这个项目 真的是特别的困难 这个项目成功率不是特别的高 我感觉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选手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他们四个人技术动作都不一样 最累的那种可能是红利和敏镜用的方案 敏镜那个像切菜一样 你感觉没有 红利是像挖彩票一样 而这边的两位都是单指 一个指头这样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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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点 三分钟呢 有一个拿和放的动作 然后还有就技术 一百 两百 三百 这个技术也是很难的 点的数越多 口和手根本就对不起来 丢完六百张了 再往下锁可能还是个六百张 或者是变成了八百张的 这样就容易混淆这个摆位数 就会导致偏差 他点钞票完全看手指跟手腕 手指手腕 他的肌肉不是很多 长期的工作 他就会产生疲劳感 发生一些误仓三分钟的挑战 他的疲劳感不是只是加倍 到了三分钟太多了 所以非常困难 挑战的剩余时间已经不到一分钟 四位挑战者的体力明显下降 这场对体力和脑力 都是极大考验的挑战 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停 请各位将自己数出的章数 写在答题板上 太可怕了 我这之前我一直以为 数钱数到手抽筋是个传说 今天现场才发现 真这么数下去 真有可能抽筋 现在四位都已经把答案写完了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到台上帮我们一起验证答案 首先来看中国建设银行张晴 他写下的数字是 800 26 很显然他本来想写5 后来一想又加了一张 对 也可能是7 也有可能 想写7 方向写的时候就是827 因为我手只戴了一张下去 我不确定我是否戴张了没戴张 我就想我还得按没有戴张的算吧 就写成了826 认证官开始验证 227 你为什么不多 你是开始想起7 还是想写5 想写7 时光倒流 很失落的心情 这也说明 我的经验还是有点不足 以后还得会加强练习 接下来中国银行李立 我们来看他写下的数字是 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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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 七 七九七 来看看这个数字能否准确 第一次世界纪录750张 所以我就想着我把速度放慢 以准确率为主 只要超过750张 就很有可能拿下这个纪录 七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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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七七一 这个误差在你想象之中吗 不在 771和797差了20多张 对 那中间数数的时候应该是 1234567891这种 可能差十张 可能记书记错了 还有最后两位 我们来看中国农业银行 毛红利的数字是 八百 八十 八百八十二 公里 他这个数字能否准确 来看接下来的验证 三分钟真的是特别的困难 这个项目成功率不是特别的高 我大概也只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 到底是多少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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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们挣了那么多钱还高兴 毛红利 三分钟蒙眼手动点钞 八百八十二张 成绩有效 毛红利此刻站在了历史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之上 但是毛红利 我想提醒你别忘了 刚才李莉的一项记录 大概也就保持了几分钟 后来就被一个叫敏静的人打破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敏静 这一轮的成绩 当然 他写下的数字要超过八百八十二 我们才进行验证 八 八百零四 所以敏静在这一轮自己点的数字就没有超过八百八十二 所以我们也就不用验证了 掌声祝贺 毛红利 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了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代表 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 来 有请四位回到舞台中间 也有请我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 为毛红利颁发证书 目前全世界三分钟蒙眼点超速度最快的人 毛红利 谢谢我们两位认证官 谢谢 谢谢两位 我觉得我们三位也要平复一下我们的心情 我很好奇的是 红利去年你并不是代表农行成绩最好的选手 那为什么今年你又来了 去年我以三张之差与这个吉尼斯视之交臂 那么我经过一年的训练 我想把这个记录拿回去 那这一年你是怎么练的呢 每天下班之后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而进行训练 你的家人会怎么看你这样的一种训练 家人还是都挺支持的 没有 爸妈现在家里如果没有数钞票的声音 爸妈会觉得很寂寞 所以在第一轮成绩并不是很好 或者说不是最好的情况下 你在第二轮怎么样来应对调整 其实呢我有一个毛病 就是一到比赛就会紧张 虽然说我入行第一年就能够代表 试行到省行参加比赛 也经过了三年多的磨练吧 但是每一次到这种大赛我就会紧张 像我现在省上都还全是汗 那你后来是怎么调整的呢 其实是在这个之前我找了一位心理医生 他帮我进行个辅导 他说你要破除这个心魔 首先你要接受它 你可以告诉所有人你这个缺点 然后在今天上午发个朋友圈 就专门说了我今天要比赛 我很紧张 然后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他们跟我说手越抖点得越快 我觉得红利太可爱了 其实还是源于他平时一直的苦练 现在也是过年的期间 是不是也是各位在柜台最忙的时候 对 是经常会要用到手动点钞吗 我们行是接触的外币比较多 然后平时我们工作当中 这个收付外币是有很高的要求 我们要求的是人工合验两遍之后 点钞机再验一遍才能向外支付 平时上班就是点点外币线钞 人民币线钞点的还是少了一些 就是在今天看似机器早已比人更快 也比人更准确的时候 为什么每年银行还要举办 这样的点钞大赛 为什么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每年我们还有这样的项目存在 因为对职业技能的打磨和锻造 本身就体现着我们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 老子说天下大事必做于戏 在今天说也就是工匠精神了 工匠精神已经不仅仅是职业能力 更是一种职业道德 职业品质 所以我觉得要向各位致敬 因为工匠精神体现了一个社会的 文明进步的程度 你们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 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更多的朋友 有这样的一种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的精神 去成就各自的精彩的人生 谢谢你们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四位挑战者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挑战 也祝贺两位把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带回家 谢谢 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